You told me more than once To show you my intention My brain gets blocked at times But now somehow I'll give you my attention You've got to know that I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那麼準備好要帶兩個小朋友 搭將近20小時的飛機了嗎? 我已經有一次經驗了 已經不怕了 還記得最後一次我們搭長途飛機 是從洛杉磯回台北 我記得那一次啊 弟弟真的哭到不行 我們整路14個小時 很崩潰 哭到一個炸 但是這次我相信不會是我了 有別人換別人受苦 我們孩子們經過了一個疫情 三年長大了 這已經成長了不少了呢 今天出門呢 兩兄弟都會幫忙推行李了對不對 很棒 超乖的 所以我們很期待 這一次我們去美國的旅行喔 六年前呢 我跟媽媽兩個人 手牽手度蜜月 來去了美國的奧蘭多 那一次呢 跟這一次的行程很像 只是這一次呢 我們多了兩個小夥伴 你們兩個偷油皮 可是我一直很幻想 就是等到他們長大 帶他們去享受 迪士尼王國 迪士尼的美妙之初 那這一次呢 我們會去美國 其實是為了要坐迪士尼游輪 這才是最大的目的地 迪士尼Cruz算是比較親子的船 然後可以跟小朋友上去 看他們喜歡的角色 享受那個氣氛氛圍 我就覺得哇 超夢幻的 我現在做夢都會笑了 但是抵達那裡之前呢 我們要先努力一下了 因為真的是 這次要坐比較久的飛機 這次呢 會先從台北飛洛杉磯 那是十一個半小時 再從洛杉磯呢 轉機到奧蘭多 那因為一個美西 一個美東 是非常遙遠的 還要再坐六個小時 所以加起來是二十小時 我們現在要 我們待機時間是蠻長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沒有找到剛剛好的飛機 所以我們留了 將近七個小時 所以真的蠻長 這樣其實不太好 對 因為這樣子等於說 你又要花體力在那邊等 對對對 不過沒關係我就憋完 你那台去吃一年到 我覺得還不錯啊 稍微休息一下 對啊 所以我們可能要挑戰一個 二十四小時都在飛機上 我們這一次呢 做的是長榮航空的浩金艙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長途旅行 做出了經紀艙小小位置以外的長等 所以今天呢就可以來幫大家拍一下 長榮台北飛洛杉磯的浩金艙的體驗 這一次啊 雖然做的是浩金艙 但是我們的票價真的非常非常便宜喔 如果是最近這個時間 要坐經紀艙去美國的話 洛杉磯的機票是五萬五千塊 超級無敵貴 但是呢 之前我們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買了一個新加坡的外賺票 一個美國來回 加上外賺的新加坡 這樣加起來呢 才花了三萬八千多塊 小朋友呢又再更便宜一點 所以算下來我們今天飛美國 然後坐豪金艙的位置呢 成本大概只有兩萬塊出頭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真的超賺的 坐大位置 然後又花得比別人少的錢 我們全員到齊了 今天人非常多喔 總共有十大六小 浩浩蕩蕩的一群人 我們的旅行團還沒取到名字耶 就繼續下去了 籃球隊 因為羅康很高 旅行團旅行團 我們上機了 又見面了唐榮的豪華經濟艙 這一次呢多了一瓶水 泰山的礦泉水 然後枕頭顏色我也覺得跟上次新加坡不太一樣耶 是嗎 好舒服 還舒服對不對 位置好大 這是我的三大小 我覺得跟坐新加坡那個感覺很不一樣 因為是長枕 然後位置比較大 然後又比較軟的時候 我覺得說 好像真的會差很多耶 因為經濟艙不僅還是 擠了大概有15公分左右吧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四個 擁有了一整道 等於說這整條都是我們的位置 那我們今天的飛機呢 是777的300 其實長榮跟華航 大部分如果有777的話 都是77W 那他們兩個的差別 是在77W 它可以開又再更遠一點點 所以後來啊 77W出來之後 他們把很多773的訂單都砍掉 變成77W 所以這應該算是 計時久遠的飛機吧 這種飛機要給一個 酒精棉片 全部寫英文 果然是要飛美國 就是看不懂 呵呵 你不是要學英文嗎 我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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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再一個一個要了 然後前面還有啊 還有附拖鞋耶 這顏色 不是純白喔 是有點香檳精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個 抗燥的雞 不知道有沒有抗燥 這應該沒有抗燥 前後的距離啊 真的比競技艙好像大滿多 你看弟弟 他現在為了要看電視 都已經特別往前坐一點點 他才有辦法touch到他的螢幕 好啊 競技艙長城縣 裡面居然有附過夜包耶 而且竟然是有牌的過夜包耶 這個牌子是什麼啊 它好像是一個包包的牌子耶 如果我們有出錯的話 因為好經常跟商務商務 它會附不同品牌的 我想說 欸 我們上次沒有啊 航空公司都會跟不同業者合作啊 看一下這個 我們可以跟Sucy Pella合作一下嗎 等你耳出灌洗用品啊 哇 贏過夜包 贏過夜包 裡面有什麼 牙膏 洗臉 耳塞 跟 梳子 還有牙刷 還有一個這個 唇膏嗎 應該是 因為飛機很乾 很乾要一直擦 然後這是 喔 眼罩耶 眼罩耶 眼罩跟什麼 喔 襪子 很可愛 襪子耶 你都準備好了喔 你設定還不錯 你是準備要睡覺了嗎 你等一下可以吃個飯然後再睡 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餐點 喔 你看他旁邊有這個耶 腰桿 然後出來之後這邊可以調電視 你就不用怕你按不到電視了 我上次沒發現 上次沒發現喔 好 下面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充電孔 USB的 這110伏特的 我的名字是 上次的 VBA A Airways 和整個組員 我們會邀請你 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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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 來看一下長榮的網路 比新宇貴一點點 100Mbps的話是要14.95 我記得新宇是賣10塊錢 它有無限的方案 但它無限是40塊 只要不知道速度怎麼樣 直接來幫它測試一下好了 Purchase 買個40塊吃到飽了 買好了 付完錢之後呢 果然就一堆訊息跑進來了 它其實還是有時間限制 但是沒有飛機可以飛超過這個時間 所以基本上就是無限吃到飽了 得到了小點心 在吃飯之前 有給了這個米果 然後有付一個可能是40斤之類的 滿豐富的 綜合蘋果 得到了一杯蘋果汁 他們餐前小點的飲料是 它會端過來 有流程汁水還有蘋果汁 是還不能直接點的 它會直接幫你準備好 今天送的小朋友玩具是 迪士尼的迷你小貼畫 好貼心喔 剛好服了 那個 對啊 我們覺得運氣好好 剛好服了我們這一趟 是完全的迪士尼之旅 我們的餐點來了 這一次啊 我們去洛杉磯 也特別體驗了長榮航空 他們最近全新推出的經濟艙跟好經濟艙 可以加點商務艙等級的料理 超級香的 我覺得隔壁的朋友們他們沒有加購 應該會一直往我這邊看吧 這個魚真的好香喔 很多人之前看到的時候啊 會想說啊 你怎麼可以讓經濟艙跟豪華經濟艙的人 就可以加減吃到商務艙的餐點 但其實啊 商務艙的餐點跟我們加購800塊的餐點 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800塊就是一餐 等於說我這一餐花了800塊 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我們加購的餐點啊 原本想說它會不會像商務艙一樣 就是一道一道上 結果沒有 它是一樣一個餐盤全部給你 我們加購的話 它都會把它變成這個池的餐盤 然後連奶油呢也是池的餐盤 然後感覺比較大顆一點點 因為一般啊 你如果是做經濟艙的餐的話 就是給你這種butter而已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餐前菜是什麼 有水果 旁邊哇連這個杯子有沒有 都是給你比較尊容不一樣的感覺 是一個像香檳杯這樣 然後前面這邊還有一個 這應該是開胃菜吧 再來就是主餐啦 主餐是我們的剁椒筆木魚 蘇珊一定很喜歡 因為她愛吃魚 來看一下 哇 第一個啊 讓我覺得最大不一樣 當然還是它的餐盤啦 它的餐盤是用瓷器的 所以會讓你整個餐的感覺稍微高級一點點 旁邊有剁椒筆木魚 然後中間是五穀飯 然後旁邊有些菜 等一下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先來嘗這個桂花馬蹄條 很養生 非常的清淡 嚼到最後面才會有一點點甜甜的味道出來 口感是很脆的那種 就是馬蹄條 原本一般是炸的 然後它把它做的是涼糕的感覺 很不錯 我覺得很不錯 哇好大塊喔 大塊的筆木魚肉 我最愛吃的魚 最愛吃的 它魚的肉是新鮮Q彈的口感 真的嗎?不要浮花喔 跟以往的Vlady山是結盤不同的魚肉耶 真的假的 其實800塊不便宜喔 我覺得魚是好吃的 而且我剛剛吃它旁邊這個鮮夾沙拉 你會愛 真的喔 它是什麼口味 我們吃越南生菜圓那個酸酸甜甜的那個醬 越式的那種醬 而且很好吃 然後龍鬚菜跟那個精湛都在裡面 然後一起吃在那邊 可是我覺得有點小可惜 它剛剛旁邊有那個刺激凍 對 還是彎凍 感覺太軟對不對 它可以濕了有點軟掉 沒有那麼的脆脆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五谷飯呢 味道很像油飯 跟我印象中的五谷飯 是不是太一樣 那它濕度怎麼樣 濕度我覺得還可以 嗯 我們看一下一般的餐點 哥哥吃的是新葉喔 也是新葉的很厲害 也是一般的飯 感覺也不錯啊 其實也不錯 然後我們家的800塊就是 升級的養生的米 對 的五谷飯 800塊的杯子喝一杯白酒 不為過吧 感覺你這種杯子就是要點個酒 其實我想說這個杯子不能浪費吧 對不對 你看它這樣放在白酒裡面多美 這個魚真的非常大塊 總共給了兩大塊 來吃一口看看 還算是蠻新鮮的 沒有什麼臭臭皮 還不錯喔 不過一定要配飯 因為它味道偏重一點點 然後搭配五谷飯的話 還蠻剛好的 吃到最後還有一個 哈根達斯的冰淇淋 冰淇淋口味是不能選的 它就是會統一的發放 每個人好經常都有 那花了800塊 加值了我們新的餐點 到底有沒有划算還是值得呢 我覺得還可以 它其實跟商務艙的餐點 或者是上菜順序那些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商務艙的人 你也不用care說 怎麼可以讓後面人加800塊 就可以吃到我一樣的餐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我覺得以餐點內容來說 是還蠻美味的 魚跟蝦都給的蠻不錯的 因為魚很容易吃到那種很新的 那如果要比較新鮮的話 它的費用一定會比較高 整體吃起來我覺得還蠻愉悅的 再一個半小時 我們就要抵達洛杉磯了 剛剛吃完一餐 然後睡一下起來 準備又再吃一餐就要到了 孩子們好像睡得還不錯 蠻推薦大家可以用這個 20寸的行李箱的 因為好經常的位置啊 真的是蠻大的 耿耿現在已經比較高耶 他現在110多公分 然後他腳沒辦法完全伸直 可是稍微排腿睡 還是睡得蠻好的 然後當然是大人差更多啊 因為大人手長腳長的 左右又更寬 所以已經比經濟上好很多了 看一下我們早餐吃什麼 早餐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這個南瓜干貝義大利麵 滿滿的南瓜 然後干貝感覺也還蠻多的 就是小客的那種 總是豆花是枸杞淮山雞肉粥 我們抵達美國了 我覺得這次做好經常啊 真的感覺差很多 差很多耶 重點是那兩隻睡得很好 我覺得一切都是一帆風順 我覺得晚上七點飛機還不錯 你吃一餐之後 然後他們就開始想睡覺 直接睡覺 睡覺然後睡到他們還想賴蟲的時候 就已經到了 但是到Landing他才進 沒有進床 蛤 我們等一下要轉機啊 我們要還有六個小時 加油我們可以的 洛凱還是第一次做常駐飛機 超強的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算是去日本 因為我去日本的時候前幾天沒睡 真的第二天累到快爆了 所以今天我剛剛很擔心你喔 我在睡覺的時候你都醒的 然後我醒的時候你還是醒的 現在真的算還好 還沒有開始爆肝的感覺 對還沒有開始 這一次美國啊 我們會比較VLOG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持續鎖定我們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到這邊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下一個影片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上次第一次做常駐的好景場 是從新加坡起飛 那在新加坡的時候啊 就發現他沒有自己的專屬的櫃台 就跟競技餐要一起排 那時候真的排超級久 那今天呢來到桃園機場之後 發現有一個櫃台是專門的好景場的 人就非常的非常的少 那個速度就快超多了 我覺得這樣很棒 而且還可以請你還有priority 比如說你只會比商務艙再慢一點點